據中共公安部網站消息 趙克志10月16日主持召開公安部黨委擴大會議 連續7次點名孫力軍政治團夥 強調要持續深化 肅清孫力軍政治團夥流度影響工作 政治團夥成為中共對孫力軍案件的最新定性 此外 趙克志還下達最後通牒 公安部各級官員要抓住最後窗口期 主動說清問題 暗示最後的窗口期一過 新的落馬潮或將開始 時政分析人士指出 政治團夥這個說法是首次出現 中共對孫力軍案的最新定性 暗示此前落馬的龔道安、劉信雲等案件 很可能存在緊密關聯 中共公安系統可能很快會再有一系列高官落馬